哦 愉悦啊 就是起到了变速的作用 说得不错 再来 好累啊 轮番轰炸呀 还在防守 也反击了 去年呢 他们实际上是第七名 联赛的第七名 去年的成绩不太理想 哎呦 又是愉悦 哎呦 还能防守 真漂亮这个多 比赛双方都拿出了 应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那男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 在现场非常艰苦的 他们是三比二险胜啊 哦 愉悦啊 高承线啊 29岁了 还是最后一场是难受 他们是以二比零击败了 郑思维和王思杰 并不是说像人们想象那样 他肯定会推荐自己首选的搭档 而且感觉呢 整个球场 所有到前方去的记者 都说这球场 小向的防守还不错 还是有点不默契啊 对 还是有点乱 张南和高承线的配合 还是有点乱 平行的战胃 这边都是压上 王依利和这个刘以诚 他们两个人 还是轮转比较积极啊 而且他们打得还是挺顺的 他们俩以前是配 很小的时候就配合过 这个国家队 其实这个肯定是在这种 比较要紧的比赛里面 会加分的 而这个广东设计城呢 是红蓝相间的上衣 黑色的短裤 没有人 大家一起吃 看到 什么 Martin 他的 他 不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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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张楠的摆脱非常的好 但是还是感觉他们 他跟这个高成炫的连贯 还是会有点乱 他们真的是凭借一种经验和本能在打球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场上的这些漏洞 还是说比赛经验 张楠这个变化 在前场的放网的变化 就是起到了变速的作用 说得不错 再来 好累啊 轮番轰炸啊 还在防守 也反击了 在这轮转当中也是浪费了一点时间 这是现在基本上在国家队是和李俊慧来固定的搭档 就属于这个双塔组合 他们两个的身高都超过了1米9 这盒上面的问题 但是有问题没关系 只要得分就行了 对 广东世纪城 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俱乐部 他们也曾经拿到过 与超联赛的冠军 跟整体的配合的实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被动的起一个高眼球 顶得不错 再来 是顶 可是直线球还是过多 对 但他们今天顶得还不错 尤其是刚才第一局那长多拍 最后他们反击得分了 那是真是了不起 这球你看分得多好 因为他们比较个大 广东世纪城在 14到15赛季是第三名 那么去年呢 他们实际上是第七名 年赛的第七名 去年的成绩不太理想 今年等于是 看伤不太理想 我去年纪城 看伤不太理想 这事情已经想到了 不是 我产眼 它 不得 接伐球接得非常好 这个连贯出了点问题 又是愉悦 还能防守 真不容易 先不看两次高成炫的这种 愉悦的救球了 真卖力 不如使命啊 昨天也是他们 就是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 那青岛队锁定了进决赛的门票 真漂亮 你看那这是刚才那个愉悦的慢动作的重犯 居然叫人州队的 他们今天是不是还能够把他带走 就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没有就是说出现说 两个人有疲劳 明显的疲劳和经济状态下降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每个人都在这场比赛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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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场比赛里面 不知乎会有很多的 帕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上